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接触手游的玩家都知道这款游戏 他作为2014年度首款动作卡牌手游 每一位英雄都有着专属技能 在释放大招时候的特效极其华丽 音视觉效果又十分震撼 每一位英雄表情极致生动 让玩家在互动的同时深陷其中 给予无与伦比的临场交互体验 没错 他就是刀塔传奇 刀塔传奇是由利利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研发的首款动作卡牌游戏 它打破传统卡牌游戏操作呆板 无脑等待的瓶颈 玩家只兼手动掌控英雄大招 把握施放大招的顺序 静享酷炫技能带来的极致视觉体验 自该座三月上线后 在国内APP商城收入排行榜上 一直名列前三架 一度震惊游戏界 并且在安卓平台也长时间高居排行榜榜首 超越微信系手游 创下了2014年手游人气生化 在8月6日 这款游戏成为WCA2014世界电子竞技大赛 唯一一款手机游戏竞技项目 与知名游戏魔兽争霸3 DOTA2等同场经济 DOTA传奇作为一款动作卡牌类游戏 最大的特点并不是与其他同类卡牌游戏相比 多了哪种玩法或是画面效果无可比拟 而是其独有的战斗系统 本作可谓是把卡牌游戏在战斗时的表现做到了极致 直接抛弃了以卡牌进入战场的回合制形式 而是把所有的卡牌英雄以Q版的形象制作 动态的进入战场 虽然战斗还是以系统自动为主 但玩家可以以实施动态的形式观赏整个战斗过程 同时每一名上场的英雄大技能均可以由玩家自行操作 并且自己把握释放时间顺序以及搭配 这无疑给原本枯燥的战斗过程加入了更多的乐趣 让玩家参与战斗互动 给每一个队局增添了不少的变数 并且直接关系到战局的胜败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瞧一瞧吧 在游戏开始时会有一个妹子引导进行新手教程 按照妹子的提示在黄色能量条满格之后 点击释放技能 在一连串技能释放之后 我们的传统大党发现好像不是对面的对手 需要回去好好承认旗鼓 至此会发现游戏才刚刚开始 游戏起初系统会送给玩家第一张卡牌 我们的船长大大 之后跟随冰女妹子的引导 点击经验药膏与经验奶酪 我们又得到了两张 火女和小黑 在这里我们就来讲讲这三张卡牌的大招吧 船长则是一艘炫酷的幽灵海盗船 对敌方前排和中排的敌人造成伤害 并造成眩晕 火女的大招是对敌方最靠前的目标 造成大量伤害 小黑则是随机对对方射出恩之剑 射出剑的数量与大招技能等级有关哦 在这里先提前透露一点攻略技巧 给广大的新手玩家 小黑可是在前期和后期都很好用的哦 我们会在以后给大家详解 各英雄属性技能等等 之后我们就进入了游戏的战役模式了 其实前期战役真的非常无趣 卡苗我一路点点点就直接杀掉了boss了呢 在这里有一个小技巧 在前期火女大招的伤害还是很高的 在打每关boss时能伤大半管呢 这就需要玩家们攒能量调了 第一大关结束后 冰女妹子又出现了 为英雄穿上装备吧 跟随着指引 我们又进入了接下去的战斗 随一路杀一路砍 我们最终把第二大关也过了 此时船长呢不安分了 没错 他需要升级了 当我们把船长的装备全部穿上之后 就可以按进阶按键了 当我们把亲爱的船长也升级好之后 继续去打战役去吧 随后完成任务会送玩家灵魂石 在玩家无该英雄石 攒足够的灵魂石即可召唤英雄 至此整个新手教程就完整的结束了 看到这里 各位是不是都想来体验一下 这一款动作卡牌类游戏呢 本款游戏区别于其他卡牌类游戏 每个英雄都有自己不一样的特点 配细腻的动画效果和华丽的大招 并且加入PVP系统 以及蓝牙对战系统 随时随地能与身边的好友 或者网上的玩家进行切磋交流 搭配出更加适合的英雄组合 稍后将为大家带来界面介绍 请各位稍事休息 不要走开哦 下面有卡喵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刀塔传奇里的界面吧 1.藏宝地穴 左上方玩家等级达到42级时开放 该副本内有挖金钱与经验药水两种选择 也可以掠夺其他玩家的矿穴或者经验穴 2.时光之穴 左上方玩家等级满14级时即可开放 该副本内有两个副本 一个为潮汐神庙产大量的经验药水 一个为矮人军工厂 产出大量机械零件卖给商人换取大量金钱 3.商人 只需玩家通关战役关卡的第二章即可开放 4.竞技场 玩家等级到达10级就可以与其他玩家对战了 5.燃烧的远针 玩家等级到达30级之后就可以解锁 内有15个关卡 每关通关之后都有金钱与道具奖励 更有可能获得英雄卡牌或者英雄灵魂石哦 6.巅峰竞技场 在版本大更新之后最新推出的PK型副本 当玩家等级60级开启 玩家需配置三套卡牌与对面玩家竞技PK 当排名提升就有巅峰金币 金币可以换取更多的道具灵魂石奖励哦 7.英雄试炼 当玩家25级时开放副本 内有三个关卡 每周每天开放不一样的副本去战斗 获得装备碎片奖励 8.装备附魔 20级时候就可以给装备附魔增强装备属性 在这里有一个小提示哦 在英雄进阶之后 附魔材料还会返还的哦 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 更多精彩手游将会在之后的节目之中为大家带来 请大家记得准时观看哦 我是卡苗 下期再会 拜拜 拜拜